Zither along 我们在世时用自己的鲜血建立了教会 他们以了上主的绝对 成为天主的朋友 因父及自己圣神之名 愿天父的慈爱 基督的圣从 圣神的恩赐与你们同在 与你的心灵同在 大家早安 圣父早安 我们今天庆祝圣保禄 跟圣伯德禄 两位宗徒的亲日 保禄是为外邦人 传教是外邦人的宗徒 伯德禄是为犹太人 这两位就是 可以说是我们这个教会的基础 因为有他们两位 我们就有了一个稳固的 一个基础可以跟随耶稣基督的 因为有保禄 所以我们是本来是属于外邦人 在台湾离耶路撒冷非常远的 我们也可以认识耶稣基督 我们也有福气可以加入这个团体 神圣的团体这个教会 我们祈求在天上的这两位伟大的圣人 圣保禄跟圣伯德禄 为我们整个的教会祈祷 现在我们大家人最终为我们的心 参加今天早上的圣道礼仪 我向全能的天主和各位教友 承认我思念行为上的过失 我罪 我罪 我的宗罪 为此恳请终生童贞圣母玛利亚 天使圣人和你们各位教友 为我祈求上主 我们的天主 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 赦免我们的罪 使我们得到永生 阿们 上主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基督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天主在天受光荣 主爱的人在世享平安 主天主 天上的君王 全能的天主圣父 我们为了你无上的光荣 赞美你 承送你 草拜你 赦养你 感谢你 主耶稣基督 独圣子 主天主 天主的羔羊 圣父子子 除眠是罪者 求你垂怜我们 除眠是罪者 求你扶听我们的祈祷 坐在圣父自由者 求你垂怜我们 因为只有你是圣的 只有你是主 只有你是至高无上的 耶稣基督 你和圣神 同享天主圣父的光荣 阿们 请大家祈祷 天主 你今天赐给了我们 欢心鼓舞的心情 庆祝圣伯夺 及圣保禄的情节 你的教会 首先由他们接受了信仰 求你恩赐我们在一切事上 均从他们的疑讯 以继续发扬你的教会 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子 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 祂和你其圣神 永生永往 阿们 公徒 宗徒 大事录 黑洛德王下手磨难教会中的一些人 用剑杀了若望的哥哥雅各 他一看到犹太人喜欢 便命人连伯夺也加以拘捕 那时正是无效节 把他拿住以后 就押在监狱中 交给四班兵士 每班四人看守 愿意在玉岳节后 给百姓提出来 伯斗就被看管在监狱中 而教会却恳切为他向天主祈祷 等到黑洛德要提他出来的前一夜 伯斗被两道锁链捆着 睡在两个士兵中间 玉门前还有卫兵把守 忽然 主的一位天使显现 有一道光照亮了房间 天使拍着伯斗的肩膀唤醒他说 快快起来 锁链就从他手中脱落了 天使向他说 束上腰穿上你的鞋 他都照办了 天使吩咐他说 披上你的外衣跟我来 他就跟着走出来 还不知道天使所行的事实在的事 只想是见了异象 他们经过第一道纲和第二道纲 来到通往城中的铁门前 铁门就自动的开了 他们便出去 往前走了一条街 忽然天使离开他 忽然天使离开他不见了 一切恐惧 我要时时赞美上主 我的口舌不断赞颂上主 我的心灵因上主而自豪 谦卑的人听了也必欢悦 上主救我脱离了一切恐惧 请你们同我一起赞扬上主 让我们齐声颂祂的名号 我寻求了上主 祂就应允了我 救我脱离了一切恐惧 上主救我脱离了一切恐惧 你们养瞻他就会喜行余色 绝不致满面羞惨 贫困的人一呼求 上主立刻呼允 拯救他脱离一切艰辛 上主救我脱离了一切恐惧 在那敬畏上主的人四周 有上主的天使砸饮护手 请你们体验并观看 上主是何等的美善 投奔他的人真是有福 上主求我脱离了一切恐惧 公读圣宝路中途至茂德后书 弟兄们 我已被奠祭 我离世的时期已经尽了 这场好仗我已打完 这场赛跑我已跑到终点 这信仰我已保持了 从今以后正义的冠冕已为我预备了好了 就是那公义审判的主到那一天必要赏给我的 不但赏给我 而且也赏给一切爱慕他显现的人 但是主却在我左右 加给我力量 使福音的宣讲 借着我而完成 使万国的人都能听见 我也从狮子口中被救出来 主定要救我脱离各种凶恶的事 也要使我安全地进入他天上的国 愿光荣归于他 愿光荣归于他 愿无穷是之事 阿们 上主的圣言 感谢天主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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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伯夺 在这磐石上 我要建立我的教会 邪恶的势力绝不能战胜他 愿主与你们同在 愿意的心灵同在 共读圣玛窦福音 主愿光荣惠灵 那时候耶稣来到了 菲利伯的凯撒勒亚境内 就问门徒们说 人们说人者是谁 他们说有人说是西子若翰 有人说是厄里亚 也有人说是耶勒米亚 或是贤子中的一位 耶稣又问他们 你们说我是谁呢 西莫安伯多回答说 你是莫西亚永生天主之子 耶稣回答他说 约纳的儿子西门 你是有福的 因为这不是血肉之人 启示给你的 而是我在天上的父 我也给你说 你是博夺磐石 在这磐石上 我要建立我的教会 邪恶的势力绝不能战胜他 我要将天国的钥匙 交给你 凡你在地上所束缚的 在天上也要被束缚 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 在天上也要被释放 上主的圣言 祈祝我们赞美你 大家平安 神父平安 如果大家在网络上 在谷歌打保路和国的路 就会出现一张照片 是照片 一个图案 那这图案是放这两个圣人 是在一起的 看起来好像这两个人是兄弟一样 同一个父母的样子 不是双胞胎的样子 看起来他们真的是 彼此之间应该是非常非常好的的人 会彼此的好好的对待 但是实际上 在他们还活着的时候 这两个人 有很多的时候是对立的 尤其是他们在针对同一个问题的 我们教会的教育 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 他们有两个不同的看法 我们可以在加拿大书 可以找到保路 怎么样的描述博的路 在那时候是有一个同一个议题 那这个议题是外邦人 他们是否可以加入基督信仰的团体 不是可否 他们可以 但是条件是什么 保守派的犹太基督徒 他们要求说 外邦人他们先要接受法律的要求 先要革顺利 因为这样的保路 保路就非常严厉的 对这些所谓的保守派的 犹太保守派的基督徒 他也讲到有关 柏德路 柏德路来到 尤其到北部 到了许利亚的安提约基亚的时候 没有人 从耶路撒冷来 柏德路跟这些外邦人 诡异基督的 会在一起吃饭 从耶路撒冷有一些犹太保守派的基督徒来的时候 保路就要离开了这些外邦人 就是这个议题上 柏德路就离开了 保路就很严厉的辞职柏德路 这看 他们早期的时候 就是两个人好像是有一些的议题上面的不合 那这些的议题他们就带到耶路撒冷 在耶路撒冷的 他们开了一个大会 在中途大事录的第十五章 以后来做这些的决定 可以说他们两个也和好 好 两个他们在跟随耶稣基督的路上 好像是有一个共同的一个模式 共同的模式 保路他跟随耶稣基督的时候 有很多很多的时候呢 他做了一些 我们在我们的眼中可能是有很大很大的一个问号 当耶稣在海面上走向他们的时候 他们在船上 看到了是耶稣来以后 他就说 如果是你让我也在水面上请走吧 也说你来吧 他就跳到海里 以后他走了没有几步就沉下去了 原因是什么 福音告诉我们是因为他缺少信德 他缺少信德 我们现在有多少人也是缺少信德 我们也是很多的缺少信德 所以保路在那时候跟我们没两样 也是一样的 好 保路在耶稣受难被捕的时候 在受难前的晚上 带到大司机的家 保路 否认耶稣基督 他说他不认识 他不认识这个人 他不认识耶稣 福音里面也告诉我们到最后第三次 他诅咒的方式说我不认识他 我不认识他 那我们现在我们教友 不是我们自己 我们有多少次否认耶稣呢 保路否认耶稣 三次我们可能是很多很多次否认耶稣 可能没有用口头上的否认 以我们自己的生命 我们过着生活的模式 过着生活的方式 可能是 可能是就是我们否认了耶稣 那个是 保路呢 保路他在跟随耶稣基督也是一样 他迫害基督徒 破坏基督徒 杀死了很多很多的基督徒 他认同他们用石头扎死了那个斯德万 以后呢 到北部去追基督徒 在叙利亚的安提约基亚 到了达玛斯格的路上 就在那里 他有这个所谓的达玛斯格的事件 让他归于基督 好这两个人 前面前半生活 他们跟随耶稣基督的 我们就看到他们有非常非常多的缺点 他们的缺点是跟你跟我是一样的 但是后半生活 他们变了 他们变了 他们不但是不会否认耶稣基督 但是他们愿意 他们这个的生活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 保禄说了 我活生或死都是为了基督而活 为了基督而死 这个是保禄 波特禄也是一样的 到最后这两个人他们所做的 接受 为了耶稣基督做见证 接受奉献他们自己的生命 保禄也被钉在十字架上 但是他不要跟他的师父一样的 头上脚下 他倒下来 他的头下脚上 这个是波特禄 保禄呢 保禄他奉献他自己生命的时候 他奉献他就是把他的头 放在那个那个木头上面 用刀子切他的头被切断 如果我们知道 如果我们去罗马 罗马有一个教堂 那这个教堂呢 是纪念保禄被葬仇的时候 他的头跳了上次 跳了上次 那每次他跳的是在他 腾头碰到地上的时候 在那里就有 那个水泉就出来 有一个教堂到现在 为了纪念保禄 而被葬仇的这个地方 两个人改变了 为了耶稣基督改变他们的生活 到最后 愿意牺牲他们的生命 我们呢 我们跟保禄跟波多禄 前面的他们的生活 也是一样的 我们也 多少次扑认了耶稣基督 我们也多少次的迫害了耶稣基督 透过 我们迫害其他的耶稣基督 跟随着 但是我们也是希望 遇到了耶稣之后 我们有生命的改变 我们愿意 我们的生命是以耶稣基督 为中心 我们愿意 把保禄所说的话 放在我们的生活中 我过生或死 都是为了基督 现在让我们把今天的祈祷的一项 一起奉献于天主 天主 我们把今天的全部生命 奉献给你 请你知道我们的思想和言行 使一切都增加你的光荣 帮助福音的传播 天主 愿意以生存充满我们的心灵 使我们今天的举止 也以你的旨意为全身 求你帮助我们全心 全力全意全力 小爱 我们决意把个人 今天的一切苦乐 崇拜奉献给你 并愿把世界各地 所举行的弥撒 呈献给你 为光荣你的生命 并为拯救世人 我们要受伴于玛利亚 及诸神人 受你的榜样 终生选择你 天主 请因你的宠爱 募于我们的身心 也求你 生于我们的父母 家人亲友 及一切恩人 先于教会 首长 国家领袖 即可及政府官员 学他们 依照你的主义 为众人服务 全能永生的天主 求你 赔赐我们 圣神的恩宠 求你把恩 其心 的 安慰得圣神 清除于我们 及一切 信用的安心中 求赐我们 敬畏及 孝爱之神 阿们 求赐我们 聪明 及刚义之神 阿们 求赐我们 超见 及明达之神 阿们 求赐我们 最高的 上智之神 以上所求 是靠我们的 主基督 阿们 请大家祈祷 天主 求你是一切 信仰你的人 卷起成见 超出障碍 使基督的信仰 在各处 蓬勃发展 我们把一切 伤心人的意愿 和希望 交托在你手中 并封足耶稣基督的名 为他们祈祷 我们的天父 愿你的名 受显揚 愿你的国来临 愿你的执意 奉行在人间 如同在天上 求你今天 赏给我们 日用的食粮 求你 宽恕我们的 罪过 如同我们 宽恕别人一样 不要让我们 先以诱惑 但就我们 免于凶恶 阿们 愿主 与你们 同在 与你的 习名 同在 愿全能的 天主 圣父 圣子 及圣神 将福你们 阿们 我们今天早上的 圣道礼仪旅程 你们去传报福音吧 感谢天主 圣道礼仪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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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道礼仪旅程